蜿蜒的后山山路 就这样 马英九前总统 其实已经准备要在希腊发表演说了 不过他的头衔又被改了 现在已经是改第四次了 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 头一次是先撒不到 写成台北前总统 本来想说是不是希腊对我们台湾 我比较不了解 后来外交部反映之后 真的有改回台湾前总统 就没有想到这个希腊论坛 又村下出去了 在大家就是一不注意 又把马英九改成台北前领导人 这几天也是舆论踏伐 最后最后到今天 又改了本来以为会改成对的 就没有想到明玉姐 这次改的这个是什么 中华台北国民党前总统 这是在吓啥 这个有这样子的称谓吗 怎么越改越似不像 真是不轮不累 干脆改成马那个好了 不是马船就那个了 好那我必须要讲 因为我们刚刚就有问这个红鹿 有帮我们解惑 原来说这个论坛 他最大的金主是来自中国的企业 原来这样子讲 就大概可以理解了 就是说即便马英九 他已经跟这个希腊的总统当面抗议 而且希腊总统竟然还说 We are sorry 也承诺会改 总统都已经承诺会改了 结果你竟然把它改成说 中华台北国民党前总统 是前总统 前主席 因为其实这个部分 外交部有书 外交部把它翻译成 中华台北国民党前总统 但是也有另外的人翻译成 中华台北前国民党主席 不过因为国民党的主席这个词 通常大部分是用Chairman 不是用President 所以外交部的翻译 把它翻成前总统 你看这个真的 大家连我们都搞混了 不过坦白讲 我觉得是主席会翻译的比较精准 因为他是用国民党 如果说他要那个President 你要把它 我觉得因为他是跟国民党 搭在一起的 所以看起来 应该他是用国民党主席 这看起来中文的翻译 比较不会那么突兀 不然我们总统有分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 这不是就是全民的总统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在会讲说是民进党总统 不会啊 一定就是中华民国总统 台湾总统 这就是这样嘛 好那我觉得外交部 是为了说比较善意 可是我会认为说 你马英九已经当面 跟希腊总统抗议了 希腊总统也承诺要改了 可是到最后 你还是改成这样的不倫不类 那确实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羞辱 那事实上 这个在马英九去之前 包括我们的这个 陈建仁的行政院长 都已经善意提醒过了 就是说如果你是被矮化的话 你到底自己要不要去 因为这事实上 没有人可以拦得了他嘛 这匹马是大家拦不住的啦 如果说他觉得要去的话 那你现在已经被这种 很屈辱的对待 所以回过头来 我还是要跟来营的朋友讲 今天不是这个讨论最夯的 就说如果是屈辱的和平 也是和平 那这个我就非常非常的不赞同 什么叫做屈辱的和平 也是和平 那这个像是这种屈辱的对待 这个是你国民党乐见 想要看到的吗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是那你更不用讲了 就说事实上马英九 他是刚从中国回来 他去中国访问 中国访问 第一个还不够屈辱嘛 第二个 等于说他对中国 也是算释出很大很大的善意了 他在释出这样善意的状况之下 结果他去希腊 你看他上个月才去中国记组回来 然后你看中国 已经对他这么大篇幅的报道 而且他也这么的配合 中国的一个论调的演出 结果你看 他下个月还是去希腊 也是遭受这样的对待啊 那到底要怎么样的屈辱 你觉得国民党才是一个底线 我觉得从马英九 这样子被对待的状况之下 那还要怎样的卑躬屈膝 卑躬屈膝还是受到这样子的对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朋友 你们口中说 屈辱的和平也是和平 你们的屈辱换来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省私一下啦 其实昨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是在骂说 怎么会希腊论坛 把它改成这个台北前领导人 好那马英九办公室执行长肖旭成就说 这个主办单位有这个致歉 说明是因为这个人手不足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及时更正官网 人手不足 最要排出来 这改出来的 居然改成就是更不伦不类的 什么中华台北国民党前总统 或有人翻译成前主席 不管改成哪一个 这对马英九来讲 真的都是极大的不尊重啦 不过红鹿委员我们来看看 国民党的许巧新议员 他是义正言辞 他怎么说 他说马英九选择飞到希腊 当面去抗议还捍卫国家主权 反倒是这个瓜地马拉总统 在蔡英文面前说 台湾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国家 蔡英文也没有当面来抗议 他意思说马英九做的比蔡英文还要好 来红鹿委员 他这个逻辑我完全不懂 我可能书念的不够多 头脑也不好 马英九是抗议了吗 到现在都还没有 他马上就要发表员说 那马英九有正式抗议了吗 对不对 而且马英九应该知道 这个论坛 其实中国后面的影响力很大 除了刚刚明玉姐讲的 中国的国营企业 在里面是很大很大的金主之一 而且连续两年 过去的两年 中国的驻希腊大使 都在这个论坛开始的时候 就发表演说 这个根本就是比较偏中国的一个论坛 这个我跟你讲 随便网路上查都查得到了 我不相信马前总统 他的办公室 我们每天 每年政府给他那么多钱 他这个查不到 他还硬要去 他硬要去 让台湾在全世界上丢脸的事 他要去 上个月才去中国丢脸而已 现在又到欧洲去丢脸 我不知道下个月才去哪里丢脸 完全 他没有说他捍卫台湾国家的主权 而且马英九还甩锅请 外交部帮他处理这些事情 对不对 你就不要参加不就好了 维持台湾的国格 对不对 那你说过立马拉总统 说台湾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国家 有什么不对 有什么不对 中华民国 瓜地马拉斯公民有邦交的 他在国际上承认